今天要来说说塑胶射出 压出 吹出有什么不同 塑胶射出 Insects Modding 过程 塑胶射出是一种将加热并融化的塑胶 做入模具中的过程 模具会根据所需产品的形状制作 一旦塑胶冷却凝固 就可取出产品 适用于 通常适用于制造大量且复杂形状的产品 如塑胶零件 外壳 工业零件等 塑胶压出 It's chosen 过程 塑胶压出是一种将塑胶材料通过加热 使其通过一系列形状模具 通常四孔或狭放于形成所需截面的过程 塑胶会在模具中冷却并凝固 形成连续的长条状产品 适用于 塑胶压出 常用于生产长条状产品 如管道 薄膜 线材 形材等 塑胶吹出 Blow Modding 过程 塑胶吹出是一种将加热并融化的塑胶 放入充气的模具中 然后利用气压将塑胶膨胀成模具形状的过程 冷却后 取出形成的中空产品 适用于 塑胶吹出常用于制造中空的产品 如瓶子 容器 玩具等 这三种方法有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产品特性 塑胶射出适合制造复杂形状且高精度的产品 压出适用于连续长条状产品 而吹出则适合制造中空的产品 若有塑胶产品 欢迎咨询麒利企业业业务人员 加加886-425-27-2790 麒利爱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